连日来 多地人武部门组织民兵开展抗洪强险演练 进一步提高民兵队伍的应急救援能力 确保守护好驻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 江西吉安英潭人武部组织近百名民兵防训骨干 开展抗洪强险演练 模拟真实灾害现场和救援环境 重点围绕无人机搜救 舟艇自救与护救 固定滑坡 客服管勇等科目进行 通过指示演练 提高了机干民兵 对续情灾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检验了防训应急预案的可习性 武汉警备区组织民兵开展防训抢险救援综合演练 针对应急通信 险坡堤坝 除险加固 慢滴管勇 险情处置等多科目进行演练 有效提升了民兵实战应急能力 在江苏徐州 民兵和当地应急分队 按照任务分工 疏通易发生管勇崩塌等险情的排红渠 并围绕冲锋州水上救护 溺水人员现场救护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 此次延练活动 此次枪弦队员整成了方性抗寒意识 断练了枪弦技能 为几年更好地完成方性抗寒工作 打下了检师的技术 打下了检师的技术 打下了检 感谢观看